好那我们直接讨论了好吗 因为上个礼拜了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做 而且这一份呢是很早就已经发给你们了的 OK 所以而且你们其实都做过的 都做过的所以我们 我只是把之前做过的 再稍微的整理一下 变成是非题啊变成配对题啊这样子 然后归纳在一起这样子 OK 所以第一个呢 第一个部分呢其实你会看到了啊这种是非题了 他当然他们出现在那种选择题的啊选 选择题上面就是看 好像四个里面呢三个是错的 叫你找一个对的 或者是三个是对的叫你找一个错的啊 所以这种是非题呢 其实啊你以为说哎不会出现啊 其实是常常出现 只是出现在选择题的一种形式上 OK所以这一边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会怎样出啊啊第一跟第二呢常常会配在一起然后很多学生都会困窍的 一切发生的物体都在震动啊因为我们讲的这个震动呢啊这个这个发出声音呢要怎样发出声音呢是要物体在震动啊才可以发出声音 也换句话讲说所有的所有的发出声音的物体都一定在震动啊这个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倒转那个顺序来讲的话呢哎就变成错的了了啊怎样讲呢一切震动的物体都在发生啊这个为什么会错呢 其实有很多有几个条件呢啊造成的了啊比如说震动如果你的震动呢太过缓慢啊太过缓慢的话呢 他制造出来的声音呢呃人的耳朵听不到啊所以算算不算是有发生呢嗯如果你讲说老师我们人耳听不到他他还是会有声音的嘛对不对呃也可以算是吃声波也算是声音啊 像还有另外一个方式解释呢就是说你要发生呢你除了这个震动以外呢呃这个你要有传播的迷接 如果你在真空的条件下哎你也是没有办法发生啦是吧你的这个声波没有办法往外的传播所以也是不会发出声音 OK所以这个震动呢呃发出声音的东西一定都会在震动 但是震动的东西未必会发出声音啊所以这个顺序呢必须要呃很清楚的了解哦这个是呃非常呃常常会考的这两个概念 第一个是对的OK第二个是错的有没有问题嗯OK可以啊那再来的就是呃只有物体震动我们 只要物体震动我们就能够听见神经啊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那个震动如果他的震动的频率太低的话我们听不到啊另外一种情形呢震动的频率太过高呢其实人也是听不到因为我们人的耳朵呢只能听到20啊 啊20hz啊到2000hz啊这一个啊这一个这一段的频率啊在pd3里面就就有讲到了啊那同考你不要以为同考没有同考是在初三的时候会再详细讲然后他们分成两段来解释OK 所以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呢很明显就错了啊第三个是错因为如果他震动的频率太低或者太高啊我们也是听不到的OK那第四的话呢我们要知道呢固体也好液体也好气体也好呢他们震动了都可以产生生命的所以如果你写只有固体和液体啊或者是固体和液体啊 或者是固体啊或者是少一个呢或者是少了其中一个呢其实都不对的啊而且他又有放了紫油啊放了紫油呃所以这个来讲呢因为气体呢震动了也是可以发出声音所以第四个呢也是错的OK啊那这个固体和液体不需要震动啊这个我不管你是什么东西了总之你发 那要发出声音你一定需要震动不管你是固体也好液体也好气体也好总之要发出声音就一定要震动所以在第一个条件呢我们就可以否决第五跟第六的啊所以第五个第六呢不需要震动也可以产生声音啊这个是错的我不管前面是什么东西啊反正呢震动发出声音就一定要震动OK所以第五跟第六呢 都同时的错了那第七的话呢就要讲到传播了啊传播声音呢是可以在固体传播可以在液体传播也可以在气体传播啊但是不能在真空传播OK所以可以在固体传播这个是没有错的因为他没有写只有看到吗啊如果他写只有在固体中传播这样这个也是错的啊所以如果没有只有的话第七个是可以接受的对的 声音在传播的速度呢接近这个光速啊啊我们稍微去看一下这个啊powerpoint的部分啊刚才讲的啊震动了啊这个震动的条件啊我scroll的比较快可能你那边会卡一点啊OK啊这一个部分的重要的是嗯那个速度了啊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啊啊 啊声音传播的速度我们来看一下声音传播的速度呢它在空气的时候呢我们是因为这个是20度C啊20度C的这个温度啊指下那个声音传播的速度大概是343 啊当然我们叫学生计340或者是330啊大概是在这个range里面啊在海水的话呢就去到1500这样子啊存水是1490那海水的话1520 所以大概是在1500左右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一个大概大概的值啊这让你感觉到那个大小就够了不需要这么详细 尤其是初中呢我们也不会叫你计算啊即使要你计算呢我们也会给你那个值啊啊所以其实真正来讲不需要背啊 但是我很鼓励学生你记起来啊他大概是在哪一个range里面啊这样你知道他的那个大小就固体的来讲呢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看啊钢啊或者是玻璃啦啊这种比较坚硬的固体啦不是这个木啦木头的木头 是坚硬啊但是比起比起水来讲呢他是快大概一倍了三千多啊但是如果你讲了钢啊去到五千啊所以我们也不计这个木因为木头里面也是有很多空气啊所以你会看到他的这个震动呢也是不够 不会太快了也不够快了啊反而是钢啊这个玻璃啊这些了啊会去到五千所以我很多时候呢跟学生讲 大概机啊空气大概是三百三啊这个这个水里面大概是一千五啊然后如果在固体的话钢啊铁啊这些了大概是五千这样子啊所以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大小光是多快啊啊我们上一 上个礼拜呢我们是有讲到光的速度吗对不对三成十的八次方差的远吗差很远呢啊三成十的八次方有八个零在后面呢这个最最最高呢大概是五千而已啊所以这个速度来讲呢接近光速啊差的远没有没有办法接近啊所以第八呢肯定是错的嗯肯定是错的 第九来讲呢他就讲哎传播的速度跟呃温度无关哎这个是比较比较我们啊上课的时候没有这么注重啊没有这么注重的讲到啊但是事实上呢你可以看到其实是有有带过啦只是考试比较少考啦啊最多是出那种像这个呃是非题的这种罢了 是有关的为什么呢温度升高的时候呢这个粒子啊他的运动速度会增加啊他运动速度增加呢这造成了他的这个能量啊啊传递呢也会比较快一点所以呢在低低温的时候是15度的时候是340 20度的时候343其实也是差不远了哦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他是有影响的啊有影响的 OK所以他讲无关啊是错的啊无关是错的好再看一下第十题啊在真空的真空的速度是最快啊是错的啊啊我们讲了在真空是没有办法传传递的啊我们只能在空啊固体啊液体啊气体都可以啊但是唯独真空没有办法OK所以这个是错的 第十一题啊第十一题来讲啊啊啊就问你呢速度最快速度最慢啊啊刚才我有稍微的给你去看一下那个数据啦 基本上固体基本上呢固体是最快的啊空气是最慢的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是倒转了顺序他讲空气最快固体最慢啊啊这个是倒转了顺序所以就这个是错的啦啊耶第十一题也是错的那第十二题来讲呢呃水中的升速比空气的升速小于啊小于空气的水应该是比较大啊 水水应该是比较大啦因为液体一千五这样子空气三百三啊这样子OK所以你会看到哇十二十三十四啊这些全部都是用一个概念都可以解释完的就是空气的速度最慢啊液体的里面的空啊那个生命的速度第二然后固体的最快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十二呢也是用这个概念 十三也是的空气应该是最慢的他讲大于啊大于啊大于啊大于就是快过的意思了快过钢铁就错了了啊钢铁快过空气是对的了所以第十四题反而是对的OK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他是四题他其实是四题四题的啦啊四题然后答案是A四题答案是C啊这个四题哎四题为什么这四题都错啊我忘记了我应该是有调过那个数据 OK然后这个OK然后这个啊到第十四题好我们再看到第十五题啊升波是一种重波对的啊我们的波有两种第一个是横波那另外一个是重波横波的啊我们上位有讲到吗啊横波的话你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了啊我们用绳子这样子摇出来的啊这样子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波浪 然后我们叫波浪型啊我们叫波浪型这样子的OK这个叫横波那这个这个重波是怎样的重波他是有一部分是压缩啊变密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输所以他的这个输密输密输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啊我们通常是用这个弹簧去模拟的当然你可以看到老师我弹簧这样子摇像这个啊绳子这样子摇好像也可以啊 所以其实弹簧是有两种波都可以制造而制造得到啊绳子我们通常就为了区分啊让学生比较容易容易区分所以我们讲绳子的是啊横波啊弹簧的是重波那我们在在除了这个是实验室里面我们模拟的情况来讲了还有生活中的那些波呢哪一些是横波了啊光波是属于横波来的 啊光波是属于横波那中波的话呢我们就讲呃深波就是属于中波OK所以深波是啊好像自然界中好像唯一唯一的就是这个中波呢就是呃深波啦啊所以我们要记起来OK所以他的定义是这样子讲横波的震动的方向跟波传波的方向成垂直那这个中波来讲呢 他的这个中震动的方向呢是互相平行的啊这个是他的定义啊OK深波是一种震波是对的他是必须靠这个啊介质来传波这个也是对的啊因为他需要空气啊或者是水也好固体也好就是不能啊是真空的 OK深波是可以呃产生反射和折射的现象啊你不要以为只有光可以哦深波其实也是可以的啊深波其实也是可以的只是我们啊在这一章我们只是读到有反射好像没有讲到有折射 事实上其实是有啊其实事实上是有的只是我们很难解释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很难模拟啊看不到嘛因为只是看靠听到所以呢呃声音的折射呢是必须要到高中呢我们才会呃详细的提到所以这个你还是要给他对的啊因为他是你只要记得啦只要是波的一种呢他都可以反射他都可以折射啊这样子 可以理解啊OK第十七题来讲呢整幅越大的话呢声音越强啊这个也对啦我们叫做 响度啦啊我们叫他响度啊所以整幅越大的话呢响度就越大 OK呃然后再来的就是人的耳朵可以听到的频率是20hz到20千hz那这个呢这个的话呢呃 这一个种种的这个课本呢应该是要再出三才上到所以我呃我相信是有一些老师啦因为他叫了pt3啊叫了这个science的话呢他就讲哎呀这个东西science上了所以他就放过来这个啊这个这边来考所以你们最好两个都要懂啊啊最好最好也也懂记起来啦反正也是不难记OK啊希望是不要出到这些science的课本 的东西啊OK说然后17跟18呢其实比较呃比较偏向于讲这个响度啊频率啊然后响度是这个整幅的 然后音调呢是频率控制的然后还有一个是音色OK所以我们等下再详细讲啊下面啊选择题的部分 OK再来配对题的话呢这个是配对这个噪音啊我们噪音有分呃有分呢是在哪一个阶段呢去消呃去减弱他啊我们是有分的就是第一个呢是在声源处也就是说发生噪音的那个地方呢啊发出这个噪音的这个部分呢我就要减弱他啊 啊就比如说有哪一些呢比如说他们讲了噢静止静止你这个车车笛就是换啊啊在城市的地区他们就有讲说 静止你车车啊啊啊所以这个也算是一种然后啊枪的那个灭音器啊啊因为枪就在枪发出很大的声音所以他在枪口那里直接有一个灭音器啊这一些啊所以还有一些是什么呢摩托的摩托的那个声音其实很大声的啊那些马克人贝呢很喜欢去把那个消音器给去掉啊因为他要他的那个摩托的声音很大声很大声的啊那些马克人贝呢很喜欢去把那个消音器给去掉啊因为他要他的那个摩托的声音很大声很大声的啊那些马克人贝呢很喜欢去把那个消音器给去掉 所以他们其实啊每一辆Motor呢其实他的都会有灭音器的在那个 exhaust pipe那边 所以这些马克人贝呢特地把它给去掉啊所以变成很潮这样子 这种也算是呃声源处减弱声那个那个噪音的啊然后还有的一些是呃传播 途径中减弱然后还有一些是人呃处所以在这个部分配对呢是要你去辨认哪一个是在哪一个位置减弱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常考啦啊所以他呃他会怎样出呢他也是出在选择题 他就可能出四个有两呃出四个有一个是在声源处有一个呃两个在传播途径然后一个在人呃处他就问你哪一个是在传播途径然后一个在人呃处 这个是在人呃处减弱所以你你要会区分他是在哪一个位置减弱你才能够选出正确的答案来 OK所以这一边呢我举了七个例子让你去辨认啊他是在哪一个地方减弱 所以刚才我讲的这个摩托车啊摩托的那个 exhaust pipe那边他们会装上这个消音器的这个就是在声源处所以答案是A OKOK所以这样子可以理解啊所以在这个高架高架桥什么是高架桥就是我们的有些highway啊啊有些呃中华旁边那里有一个什么叫叫什么旅开位啊啊高架上来的对吗 所以highway通常他们车呃跑的很高的速度的时候呢通常engine就会比较大声了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一些呃尤其是在市区里面或者是靠近住宅区的话这一些highway啊他都会这个政府啦其实是政府立法的就会要求说你建这条highway的时候这个highway的两侧就要放呃这个啊隔音隔音瓶 啊隔音瓶啊隔音瓶所以他也不算是真的是在深圆处因为这个深圆应该是这辆车啊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每一辆车都装嘛对不对这个是不同的人驾的车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建highway我只能在highway的两旁所以这个只是在呃传播的途径中减弱的OK 所以这个第二呢是属于B的那C的话呢种植树木呢跟防音这个瓶啊隔音瓶是很类似的一个效果啊只是说他是比较大自然的一个效果啊因为那个叶子呢啊叶子的这个啊排列啊啊都会比较随便的排列嘛对不对所以声音一传过去的时候呢乱七八糟的去 去反射呢啊就算当做是就是可以减弱了那个声音的OK所以很多时候呢啊高速公路啊比较像是很像南北大道啊那些地方啊他们也是会有呃见这个这个这个就都会有种树木啦啊种树木啊这样子的OK不过是这一边可能是树木呃这个是学校附近啊因为学校啦你们在在学校里面 不是学生太吵啦是怕影响到学生上课啊所以我们放啊种了很多树这样子OK啊不过现在的情况是学生比较吵哈哈哈 OK第四题来讲啊呃设计的这个运动员他会带上护耳器 只要你是在耳朵旁边直接放一个东西去盖着他的话呢这个就是在人耳处减弱的OK带耳罩啊或者是耳塞啊护耳器啊啊这些都是西的这个选项啦 建筑建筑工地啊噪音大啊你请关关上你的门窗这个门窗的话呢跟跟这个工地呢有一段的距离啊而且又不是直接的在你的耳朵 所以这个是在传播途径中的OK那建筑工地上如果他问讲的是啊那些建筑工人呢他带上的护耳这个耳罩呢啊 这样那个选项呢就会变成西啊啊OK又或者是他讲这个建筑工地呢他被限制不可以在晚上啊工作因为晚上会吵到人家啊睡觉那这个也就会是在深渊处减弱了所以不是不是看那个啊建筑工地的啊而是看他怎样的一个措施去减弱他OK所以建筑工地上我们 我们可以有几种方式去解释所以这个关上门窗呢是在传播途径呢减弱的所以答案是B 然后第六题呢防止噪音的耳塞啊呃噪啊这些都是洗的啦在人耳处减弱OK 然后第七呢就是呃进市区内的汽车啊的禁止啊进进名啊喇叭禁明就是不可以换人家啊你换人家啊就会吵到了哦呃 所以这个是A的情形啊啊就是不让你换呃完全的连生源啊直接的把你cancel掉 这样子的意思 OK所以这个也是常常会出现在选择题啊然后放四个比如说他会有呃 我也不知道他会怎样出来哦反正两个A两个 呃两个A一个B一个C啊叫你选出B的出来也可以叫你选出C的出来也可以啊这样子OK 好那我们叫就进入选择题的部分啊OK 有问题吗没有啊OK没有啊OK那我们来看一下选择题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呃第一个呢他问的这个题目了就是你只需要记得这个概念啊 就是我们的物体发出声音啊就是有这个呃有震动了 发出声音的一定会有震动了啊所以你呢这个是他的骨啊骨发出声音了之后 他的手去触碰那个骨面然后骨声就会消失了啊这个是因为他的手呢让这个骨面呢停止震动啊 只要他停止震动了啊这个声音啊就会没有掉去了 OK也不是因为我的手去吸收那个声波啊如果我的手去吸收声波呢比较像是怎样呢 你呃你你的手是腾空这样子啊这样做一个stop这样子的一个手势呢 他就没有声音了啊这个这样子的话呢才是你的手吸收到他的声音啊 但是如果你放在骨面上呢你比较像是停止他的震动 OK这个答案是C啦啊好接下去呢我们呃要考的这一个部分呢就是真空啊啊真空呢是呃有有一个实验呢就是放那个呃中照嘛啊 诶我看一下有吗啊这个实验啊放这个呃玻璃灶然后里面放电铃然后抽气的时候呢你会看到电铃虽然一直都在敲着啊但是那个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啊甚至就是差不多是没有声音了啊所以证明到呢真空是没有办法传播声音的OK 所以说这个第二题来讲呢他就问了科学家呢可以透过光的传播侦测这个宇宙中发生爆炸但是不可以用声音去侦测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的宇宙是真空的状态嘛对不对所以声音呢就没有办法传播了OK 所以他的选项也他也是很聪明的他不要放真空这样的字因为学生一看到真空就会全了所以呢正确的答案呢 你读完了之后呢他的意思是一样的啊B宇宙间呢缺乏可以传播声音的介质 缺乏了这个介质呢他唯一的就是真空啊啊缺因为我们液体也可以啊固体也可以啊气体也可以啊就代表他连这三个都没有的情况下呢就唯有真空了OK所以答案呢就是B了啊 啊这个是很好的题目了因为他的选项里面呢没有真空这两个字啊学学生可能读来读去啊不理解了 好第三题啊我也是觉得啊蛮不错的一个题目了啊 啊sorry啊只要有电话哈喽哈喽哈喽 OK我叫马可下去 马可下去接 弟弟妹妹啊 啊OK啊第三题啊高品质的这个气密气密式的这个隔音啊隔音窗户啊他的窗户里面呢有橡胶 哎软橡胶条 然后有双层玻璃的设计 那你觉得这个双两个玻璃之间呢 怎样处理他呢 才是效果最好的 啊效果最好 有一些人呢就讲说哎我填 填氧气 其实没有没有差别的你填空气也好 填氧气也好呢他的这个声音也是可以传播的 贴贴反光子你又不是要不让那个光进来吗 对不对啊反光只能反那个光 又不是反那个声音啊 OK然后呢保利龙啊是比较呃 其实保利龙也是蛮有效的啊 保利龙除了可以隔热以外呢他也可以有吸收声音啊 因为他粗糙啊啊粗糙的这个这个界面啊 但是呢如果你比较起来的话呢 真真空的话呢他效果会更好啊 啊我个人觉得的Donkey跟A呢其实都有效的 哎都有效对这个声音传递呢都会有阻隔的一个效果啊 但是如果你比较A跟D的话呢真空呢是更加的好的 OK因为他完全没有戒指可以让他传播啊这个这个呃保利龙来讲呢 他纯粹是凹凸不平凹凸不平让这个声音呢在里面啊反弹来反弹去反弹来反弹去啊好像没有办法触到来这样子啊增加他的这个呃行走的这个距离啊到最后呢其实有一部分呢还是可以透过去的啊所以如果你比较起来呢A和Donkey来讲呢A的效果会好很多OK所以第三题呢这一题呢我个人觉得是蛮好的一个提论啊 好再来的啊这个是玻璃罩的这个题目啦这个是很典型的啊一定会出的啊一定会出而且呃我个人觉得很简单的啊希望这个这些题目啊如果出现这样子的这个题目呢一定要会掌握了OK然后呢他的题目是这样子当你把空气逐渐抽出来的时候 然后音响就是响度的意思啦哼响度会有怎样的变化会听到越来越小声对吗啊所以逐渐的变弱所以如果你又再把 再将抽出来的空气呢逐渐的放回进去的话他就会声音就会越来越大声所以逐渐变强啊这些都很简单啊对不对啊逐渐变弱逐渐变强再来他就讲了 如果他抽到真空的时候啊这个电铃的敲击的频率有什么改变这个电铃呢他的他一开呢只要通电都好呢他的这个敲击的频率呢从 一直从头开始呢他的频率都一直都没有改变的为什么会越来越小声纯粹是那个声音没有办法透过这个真空传出来啊所以那个 这个频率超级频率来讲呢一直都是保持不变的而这个实验呢我们能够说明什么呢说明了空气 传播呢他是需要介质的又或者是有些时候呢他的选项里面是讲说 诶 真空没有办法传 传播这个声音啊也是可以啊所以看他的选项里面有什么啊主要是呃都是一样的意思啦都是一样的意思 OK 好再来就讲到这个声音的速度啦啊声音的速度呢 呃常常就是考啦固体啊液体啊气体的声音的速度 随快随慢 OK所以上面呢我都有解释过了 呃空气的话呢大概是330 到340左右 然后液体的话呢大概是1500 然后固体的话大概是5000 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 第五题来讲呢他讲声音呢在不同的介质中 传播的速度呢由大到小的排列应该是固体开始了啊固体最大啦啊到液体到气体所以是A的这个选项 还有就是呢古代的这个将军呢他为了测试这个敌人呃骑兵的动向呢他的耳朵就要贴在这个地上啊这个 或者是其实印第安人呢我们每次讲印第安人也是有这样子一个动作啊那这个动作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大地呢是固体的所以他的传播的声音传播的速度呢是比空气来的快 像我可以预早呢可以听到呢哦对方呃是不是来着了这样子啊所以因为声音的啊通过这个地传过来的速度呢会比较快 ok 好第一第七题 啊第七题啊如果我有一个长的铁管啊另外一端呢就站着一个人他去敲啊另外一端你会听到多少个声音啊你会听到两次的声响 第一次是从铁管传来第二次是从这个空气传来的 ok为什么因为铁管的速度很快嘛五千嘛五千 很快就到了空气的话是三百嘛所以很迟才到 那如果我换一换题目 换一换题目这个铁管里面呢我装满水 啊我装满水啊他会有多少次 的声响 这个就应该有三次了对吧因为他中间 装满水嘛所以水传过来的速度呢大概是一千五百 啊那空气传过来就大概是三百 三十所以呢应该是会有三次的声响 第1次从铁管来第2次是从水那边来 第3次是从空气来 OK 所以答案还是A啦 所以 第7跟第8来讲呢 第7跟第8来讲呢 是类似的题目来的啊我只是 我把它换一换了啊 装满水啊 那你就要知道三次了OK 那这个题目了如果他出在简答题的部分 你应该也是要回答了第1次啊 两次还是三次了OK 所以要看清楚他有没有装满水了啊有装满水 他就会三次没有装满水他就是两次OK 哇我上的有点 快吗我会上太快了 啊 呃 OK如果我们提早 可以提早结束的话呢 那我们就 啊提早 啊提早完了啊 OK 啊第9题呢我们就有讲到这个回声了啊 声音的话呢我们讲到回声了我们就要讲到几个 呃几种 呃 呃回声是什么回声是这个声音传 呃反弹的时候就是反射的时候 呃 就会有 第二次的 声音啊就变成了你讲出来的声音 啊然后反弹回来呢可能会慢一点嘛 因为主要是这样子那个 声音的传播速在空气中传播速度大概330 啊所以如果那个距离一远的话呢 那个 讲的声音跟反弹回来的声音可能就会差了零呃 一秒或者是两秒以上 啊人的耳朵呢 灵敏程度呢 大概的如果你差个零点一秒呢 大概就可以听得出来了 啊所以有点像 好像有两个 一层的 就像两层这样子的声音这样子的 啊会有 会有听得出一些差别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回声 啊反 声音反射回来 啊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课室里面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不会听到回声的 啊不会听到回声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啊回声跟原本的声音混在一起 因为我们的课室不大嘛 啊反正不大了反弹回来跟 跟我自己在这边讲出来的那个差别呢其实就是很 啊那个差别的很少 所以听不太出来啊但是为什么在空旷的那个 啊 空旷的这个物质呢又会听得出回音呢 因为呢那个声音可能反弹两三次的 啊就会开始 啊来回来回的就 就走了很远嘛对不对所以开始那个时间呢就会差的比较远 你就开始听得出来啊所以这个回声呢 啊不可以相差太近了相差太近你听不太出来啊主要是这样的原因 听不出来呢我们的讲法呢就是讲说回声和原声混在一起 啊就是说他的这个差别太太近了啊 啊就是叫混在一起的意思 OK 这个是作业啊作业体啊出现过的啊 是这样子的一个解释法 那我们如果那个地方很大啊 因为一开始变大的时候你就要担心啊 这样我的声音传播 反弹回来的话呢 这个 时间可能就会比较久了一点 所以你就看到的情形就是说你的 呃如果你在电影院看 然后你听到的声音是那个回声 而不是他原本发出来的声音 啊你就会觉得说 哎那个嘴型怎么跟声音好像不太搭 啊对不对 啊他因为他声音传播过来 又经过反弹啊所以 死了 慢了 所以你就看到那个人 啊讲话的那个嘴型跟你听到的声音可能会有 不一样的情形出现 OK所以在电影院啊或者是在这个 呃 歌剧院啊 哦因为一首歌来讲的你要和谐啊 你不能慢半拍的 慢半拍就有点奇怪 所以呢我们不希望他 不希望有人 不是听到他这个直接的声音 再听到那个回声 啊因为如果你是听到听到的是回声的话呢 就变成了慢半拍啊就 感觉让他好像怪怪的啊听不美的情形 所以呢在这种歌剧院啊 或者是在 呃 演奏听啊或者是在这个电影的这个院啊 电影院啊 所以往往他的墙壁呢 都是 啊做成凹凸不平的 啊凹凸不平 那凹凸不平为什么可以减弱这个 反射呢 啊这个我们有 呃 呃我们其实有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 讲法呢就是说 粗糙 凹凸不平的 啊这 或者是软的材料呢 就可以 啊吸收这个 反射的 减弱这个反射的 如果你要增强这个反射的话呢 你就要坚硬 平滑 啊这样子的情境 OK 呃 那当然还有一种啊讲法呢就是那个气形的啊气形的那个形状啊啊因为他的这个声音的一进去的时候他就会不断的往内反射 就不会出来啊出不来这样子的情形 所以这个是在课本上有讲到啦 不过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复杂了 也是很少考的啊我们比较常考的就是 呃反正就是 呃粗糙的啊然后 呃凹凸 凹凸不平的啊 柔软的啊这些都可以减弱那个反射 OK第十一题也是一样啦他就讲发生发现到这个呃电影院的墙壁凹凸不平 呃然后地板就有铺这个绒毛主要的这样子的设计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要防止回生 啊所以他有不同的讲法有些是讲呃减弱 声音的反射 啊或者是防止回生啊这些其实都是一样的 啊一样的意思来的啦 OK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音调啊 啊香度啊 还有这个音色啦 这个是常也是啊这个部分呢你会看到他题目比较多 而且呢是我们的上个声音的这一张呢啊的重点来的 我找一下哈 啊这个是声音的反射嘛对不对 啊回生啊 OK然后减弱那个反射啊等等的 OK OK OK对啊对啊声音的 啊声波的吸收啦 啊坚硬啊光滑的 啊就有利于反射 柔软啊粗糙的就有利于吸收 OK 所以这个是他的主要啦要记这两个就够了 好 我们 呃 再复杂一点很像这个气形啦 虽然是有在课本上出现但是 呃激血液卷 spreadsheet 啊这个 虽然有在课本上出现但是我觉得 点太复杂了 所以其实这个其实也没有不太厂考过 音调的 啊到音 티 所以这个音调啊 像度啊 音色啊 这3个呢 和呃 啊去 要搞 啊音调呢 这是我们所谓的高音低音啊 这个声音很尖 那这个主要呢 这个音调是被什么影响 被什么物理量影响 这个我们去研究那个声波 我们发现到 这个有一个物理量呢 叫做频率 这个频率就是一分钟震动的 一秒钟 一秒钟震动的次数 它的单位是hertz 然后音调呢 如果越高的话 频率通常就会越高 应该是应该用频率越高 就会造成它的音调越高 这样子的一个顺序会比较正确一点 OK 然后还有的就是 如果有弦的情形下 有弦就是 很像橡皮筋啊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小提琴啊 有弦的情形下 你拉的越紧 OK 越短 然后它的这个 越细 它的音调就会越高 所以要记这三个 啊 越短的啊 然后越紧的 还有越细的啊 音调通常就会比较高 那反向板的话呢 就会比较低了 啊 这个是音调的部分 然后响度的部分呢 我们就讲了 是被这个身 整幅影响了 啊 当然除了整幅以外了 还有那个 呃 深缘的那个 距离也是有关的 啊 你离很远啊 自然的那个 响度也会减少 啊 不过我们常常只是讲整 整幅罢了 啊 因为这个整幅呢 比较 而是旧课本里面 我们常常讲整幅 就没有提到这个 深 深缘跟这个 听的人的 这个距离 还有一个是 比较虚幻一点的 就是这个音色 啊 音色主要是什么原因啊 啊 我常常就讲说 哎 不同人讲话 你可以听得出来 啊 这个是刘德华在讲话 哦 这个是在张学友在唱歌 所以这些呢 就是 呃 不同人的一个声音的特色来的 啊 声音的特色 所以呢 你就可以区分不同的人 在讲话 又或者是不同的乐器呢 不同的乐器呢 因为他的这个发声的一个方式不一样 比如说小提琴呢 小提琴你虽然是有弦 吉他也是有弦 啊 但是吉他你是波弦的情形 弹那个弦 那个弦在震动 但是你这个小提琴啊 你是用那个马尾这样子去烧它让它震动 所以这个发声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发出来的声音啊 你会听得出来 哎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声音来的 啊 这把是小提琴 啊 这把是 啊 吉他 虽然他们弹的这个声音啊 啊 这个可能同一首歌 弹同样的那个 啊 弹同样的 弦啊 弹同样的弦 但是呢 可以听得出来哦 这个是小提琴 那个是吉他 哎 又或者是 钢琴 钢琴也是有弦的哦 钢琴其实里面也是有弦 然后它是用一个木锤子去打它 所以当钢琴的声音其实你也听得出来哎 这个是钢琴弹出来的啊 另外这个是吉他弹出来 所以都可以分得出 所以里面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啊 OK 如果啊 真正来讲呢 他们研究那个波形 它的波的形状啊啊 就会有差别了啊 但是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没有再细讲了 我们纯粹就是告诉你们 呃 音色呢 纯粹就是那个 声音的特色 啊 所以这个是有点虚幻的啊 讲不好像比较难理解的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题目会讲出了啊 呃 第十二题他讲了 小提琴如果拿 旋拉的紧 他会怎样啊 旋拉的紧 音调就会比较高了 啊 音调不 音色比较好 这个 音色没有好坏之分的 啊 音色没有好坏之分啊 只是有不同的特色啊 所以我们没有讲说哦 刘德花的声音就是比较好的啦 章学有的是比较差 没有人这样子讲啊 这个是纯粹是声音的特色来的啊 不是因为他杀牙杀牙 这样呢 他就是不好啊 他也有他的好啊 对不对 所以 你看到啊 音色比较好啊 这种这样的选项肯定是错的 啊 声音响度比较大 除非你波旋比较大力 小力 啊 大力小力 啊 这样子啦 噪音 哎呦 我们谈小提琴 你叫我噪音 你是觉得我是不会谈小提琴的意思吗 OK 所以这一题来讲啊 刚才有提过的啊 旋拉的紧 自然的音调就会比较高 OK 好 第13题啊 这个是不同的那个 呃 不同的这个玻璃瓶装了不同分量的水 啊 你会听到的是那个声音不一样 那这个声音不一样 到底指的东西是什么 指的是音调啊 还是响度啊 还是 音色啊 还是整幅 那这个响度来讲呢 除非你敲大力小力 啊 才会有这样子的响度的区分 啊 这个的话呢 如果你真正去 有去研究了 你会发现到呢 是 它的音调不一样 你可以弹出一首歌 Doremi Faso出来的 哦 那 还有一种 更加 复杂的题目 他就会问你啊 到底我敲这个 瓶子啊 到底是水在震动 还是空气在震动 还是在啊 这个这个这个水在震动 啊 这个是比较弦的部分 啊 啊 哎 啊 他们有时候会这样问 啊 啊 这个敲的话呢 我觉得是比较像是这个瓶子 啊 玻璃瓶在震动 啊 那如果你是吹的话呢 啊 吹它发出声音的话 就会是空气在震动了 OK 不同的情形 不同的情形 问哪一个东西在震动啊 也是一种提醒来的 OK 那这题的话呢 是音调了 哦 Doremi Faso它的 它的这个 高低音的不一样了 啊 啊第十四题来讲呢 啊 蓝 呃 这个这个 同学呢 他回答问题的时候 每次叫小声了 啊 老师这经常当然是毕业的 这样子 OK 所以老师讲 啊 什么啊 请你讲大声一点 啊 这个声音太小啊 或者是要大声一点 这个指的东西是什么 大小声 这个叫做响度啦 啊 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啊 只是要你区分哪一个是 什么响度是什么 啊 我 这个孩子的响度也是很高啊 OK 啊 第十五题 啊 不同的乐器 笛声和钢琴声 钢琴的是用那个弦去打 那个 用那个木锤去打弦的声音 啊 这个笛子呢 是这个空气震动的声音 所以它的声音的这个音色是不一样的 OK 啊 哎 第十七题 第十七题也是一样的题目啊 啊 第十七题啊 答案也是给音色啊 但是我个人觉得说如果是大提琴和小提琴的话呢 你如果学生写音调的话呢 其实应该也是可以啊 如果你去换你去 check 一下哦 大提琴的声音呢是比较低层的 因为它整个六个旋的已经是放在比较低音的那个位置上的 然后小提琴呢是比较高音的那一段的啊 所以如果是大提琴和小提琴的区分的话 写音调应该也是可以给分啊 不过那个老师讲呃 只能给音色 所以那一题我是觉得是比较不是很好的题目啦 那如果你遇到的话呢 哼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你就选音色吧 啊音色啦 因为音色其实有差别的 很小很小的差距 因为小提琴跟大提琴呢 它都是用那个马尾书去去摩擦 然后震动出来 但是人家我去看过那个他们的波形啊 是有少少的不一样的 OK 所以音色呢也要给 如果是小提琴跟大提琴呢 音色其实也是可以接受 只是说可能需要一些训练呢 才可以听得出来 Anyway 我们希望不要出现这样子的 有争议的题目了 第17题一个物体震动的越快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是震动的越快 啊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啊 你啊 就是意思说一秒钟震动五次 跟一秒钟震动是两次 是不是五次那个比较快呢 啊 所以如果你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想的话呢 你就可以猜感觉得到了 所谓的震动的越快呢 应该就是所谓的频率越高 那频率越高的话呢 这个音调就会越高 OK 所以第17题答案是C 所以这个第17题呢 这样子的一个写法呢 啊 震动的越快啊 啊你必须要你必须要学会啊分析什么意思啊震动的越快 其实代表了他的频率比较高 可以吗 OK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第18题 我看一下啊 有没有 哦 第三面啊 应该还有很多啊 哦 我是怕我太快讲完 哈哈 我尽量的放慢了哦 有问题可以问哈 有问题可以问啊 有没有问题啊 有问题啊 啊 第18题这个是同考的一个正式的题目来的啊 啊我们的这个深圆啊 如果从左边这个变成了右边的那一个的话啊 他会有怎样的改变 第一的你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他的这个波呢 变高了对吗啊 变高了就是所谓的整幅变大了 整幅变大就是他的响度增加了OK 然后音调方面有改变吗 如果你在看清楚的话呢 他有没有变瘦啊 有没有变瘦 呃 如果你去看那个 这个波长啊 波长就是所谓一个波峰 一个波谷的这个距离啊 你去测量的话呢 是有变短的 换句话呢 他的确是有变瘦的 虽然啊 很多老 很多学生去讲 老师一眼看得出来就看得出来就变瘦了 不过有时候啊 我们的眼睛会偏 偏了我们的 所以最好你用尺去量一下 啊因为你变高了嘛 啊变高了啊 他你就会讲说是不是因为他变高自然的你的这个看起来就好像比较瘦而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响所以最好你是去测量那个长度啊一个波峰一个波谷的长度呃如果有变短代表了他的频率也变高了频率变高就代表音调是变高的所以答案是boy ok 啊当然这个你可以看到了A因为我们很肯定的音响度是会有增加的嘛啊想度增加了之后呢他的A跟B的选项里面呢一个变高一个变低啊这个比较明显的就是他是变高了情形啊所以答案是A 啊他的sorry答案是B 哎答案是B 第19题也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同考题来的啊我也觉得是蛮有趣的一个题目很多学生会在那里想着老半天啊到底是什么 ok so他在这里问你啊哦有不同不同交响乐里面有不同不同的乐器有这个弦乐弦乐器啊这个小提琴啊有这个消极乐器啊有这个什么定音鼓啦一种鼓来的吧然后木 木管乐器啊木管乐器是什么什么单黄管呢他就问你哪一个乐器传播的最快啊不是震动的乐快啊所以震动的乐快啊 是频率高传播的越快呢是跟你讲说那个声呃声音的速度啊声音的速度越高所以如果你去看回啊声音的速度是被什么影响啊好像是说在空气中传播的声音的速度啊就固定是330嘛对不对在水里面就是1500在固体里面就是嗯5000啊这样子所以是比较像是什么呢比较像是这个 这个戒指造成那个速度不一样是不是有有不同的乐器他的声音的传播速度不一样没有啊 啊所以都应该是传播的速度都会一样的啊所以这题答案是donkey ok 所以啊不然的话呢你就会想了老半天老师老师你是在考音乐了还是考科学 其实是考科学啊所以如果你的科学概念啊如果你的科学概念呢比较比较怎样讲呢 比较不被动摇的话呢你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得出来答案是donkey了啊 ok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十题也是一样啦啊也是一样是这个什么音音色啊音调啊跟响度的这个 呃区别啊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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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我们目前呢啊啊要考的就是要懂的就是影响音调的是我们的频率啊影响响度是我们的整幅所以就全答案是c了那你会看到里面呢 诶里面其实他有给啊波形有吗啊这个是比较旧式的题目啦波形其实是那个啊音色的影响啊音色的影响 所以如果就我相信这个是改过的题目就是旧题来讲呢它有三栏一个是音调一个是响度一个是音色那音色就是波形影响的啊波的形状 啊第二次议题啦哈这个老师呢我被面对着白板然后背对着学生在写白板的时候他就听得出来啊哎呃 呃邻居蒙不要跟某某某聊天啊啊这个是为什么老师哇是这么这么神的完全没有转过来就都知道是谁在讲话啊 啊当然现在应该是这个应该是中国那边的情形啊马来西亚应该辨认不出来因为全班都在讲话啊哈所以这个应该是很安静很安静的一个客室啊突然间有两个人讲话啊老师不需要转过头就知道 哎邻居们你跟谁谁谁谁在讲话啊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是老师是依据什么样的啊依据什么来辨认就出来这个是谁在讲话啊这个就是音色了啊这个就音色了所以答案是boy ok好再看一下第二十二题啊一我有一面鼓啊然后我一个是轻轻敲另外一次很大力的敲啊这两次呢发出来的声音他的什么是不同的啊这个是想度不同啊想度是不同的 so一个是大声一个是小声啊轻轻敲就敲小声哦大大力敲就是大声了所以这个是想度上的不一样 ok 好二十三题了这个是保温瓶啊保温瓶我们看不到里面的水位嘛啊因为他不不透明的嘛 所以我们呢很多时候呢哎就会这个水倒进去的时候我们就听这个声音啊我们就可以辨认的出来哦水在变高了啊你去开始哦水满了对吧所以你听到其实你是听到那个声音啊就是那个空气柱的声音来的其实是水倒下去的时候那个水震动带动了那个空气在震动 所以大部分其实是原因是因为上面的空气在震动造成了水那个空气柱越来越短的时候呢啊越来越短的时候呢声音音调就会越来越高啊所以这个是你必须要有一些经验啊哈倒过水你就会听的你就会回想的出来哦我倒水的时候呢那个声音的音调是越来越高了ok 所以这个题的答案是没有问题啊可以啊 凌群萌我记起你的名字了所以一直叫你ok 好没有问题的话呢24题我们看一下啊呃这是一首歌啦 对 incur 啦 啊这个是什么鼠亚子的一首歌啊什么啊 啊姑嘎姑嘎 真阿真多啊这样子啊这首歌啊这个啊 你就会听得出来 后面的声音的音调呢 是越来越高的 那他就问你 哪一个说明是正确的 啊音调越高呢 频率啊 我们就讲频率 就会越变得越来越高 所以整幅有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所以A是错的 呃C来讲 他写频率越来越低 呃相反了 对吗 就错了了 所以到底是B还是D 是正确的嘞 B他讲了 声带每秒震动的次数 呃逐渐变多 所以声带震动的 每秒震动的次数呢 他其实就是频率 啊一个赫兹 啊所以这一种题目呢 啊也是很坏的一个题目 他不要直接的告诉你是频率 啊他就换成了 每秒震动的次数 啊所以这一种题目呢 你也要可以 呃你也要可以去辨认的出来啦 啊所以 所以频率就是每秒震动的次数啊 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 震动的越快也就是频率越高 啊一样的意思啦 啊所以Donkey来讲呢 他讲的每震动一次所需要的时间 啊这个是比较像是跟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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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稍微的这样子记就可以了 OK好 我们还有几题啊 我们差不多要完了 我们还有三题选择题 然后过后 做答题的部分 我们就讨论完了 讨论完了 不过时间上 时间上还有45分钟 我应该是提早 提早会结束了 会提早结束了 OK人耳的部分 人耳的部分 要记 你那个结构 要记清楚 选择题的部分 它没有太复杂的 它就最多是问你 人耳听到声音的时候 是因为 我们可以用肥皂膜 来模拟骨膜 那这个 这个这个喇叭发出声音的时候呢 这个肥皂膜呢 也就会震动了 因为它的这个声波呢 是中波 然后这个中波呢 传到这个肥皂膜那里了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肥皂膜呢 也是在震动了 你不可以讲它向右运动了 因为它一个时候会向右 一个时候会向左 它会左右运 左右左右这样子的 所以 C跟Donkey呢 都是错的了 你要用震动 才比较正确一点 OK 答案是A 那再来的就是 保护耳朵的方法 26题 我们那些 哪一个耳朵 什么结构啊 什么功用呢 其实也是有出现在选择题 但是我把它抽出来 因为做答题的部分呢 我会很详细的 问到每一个部分 所以那个 我就在后面呢 当做是 介绍完所有的 那个耳朵的部分了 OK 那保护耳朵的话呢 这些都是很逻辑的 很逻辑的啦 很逻辑的 只是比较多人会误解的 就是要经常挖耳垢 要经常挖耳垢 是错的哦 因为如果你去问这个医生来讲 啊 医生就会讲说 如果你太过经常挖耳垢啊 啊 你不小心 撞到这个耳骨膜的话呢 你骨膜破了哦 你就听不到声音了 哦 所以这个耳垢呢 呃 然后医生就会讲说 正常的底下来讲啊 这个耳垢呢 是会自己脱落的 啊 不过我不知道 我感觉上好像 呃 我Facebook看到很多 就是他 太多 太久没有挖耳垢了 也是一个很 呃 很恶心的情形啊 他拍到里面 简直是全完全堵塞的情形 啊 所以这个也是 不过我们跟回课本啦 哦 跟回课本 课本叫我们不要挖就不要挖 啊 啊就如果需要挖的时候呢 你再找医生啊 这样子医分医生才有饭吃了啊 OK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boy的情形了 再来26题来讲啊 人都会有长两个耳朵啊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是双耳效应啊 不是因为要对称美 当然可能也是一部分的原因啊 不过 不过这个这样子的解释的话呢 是好像跟我们科学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了 啊 纯粹呢 是因为 呃 有达到这个双耳效应 双耳效应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在不同的位置 传出来的声音 你的左耳跟右耳 收到的 呃 那个时间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脑就会通过这个耳朵 听到的这个顺序 来辨认他的方向 啊 所以如果他在左边的话呢 啊 大概可能就是说 左耳听到 然后就才会到右耳 而且这个 可能时间呢 又有通过计算啊 这样子 我们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大脑是怎样 怎样做到的了 这个是靠经验啊 还有 啊 很多的 呃 原因啊 我们的 而且 是由大脑自己去分析的 啊 这个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 OK 所以啊 双耳效应啊 纯粹就是 拿来辨认方位的 辨认这个声音 是从哪一个 啊 方向传过来 OK 好 那有没有问题 啊 休息一下下啊 啊 休息一下下啊 给我喝杯水一下 马克思 帮我装水 我去喝杯水一下 我去喝水一下 我去奶奶 我去喝水一下 我去喝水那 什么 啊 我去喝水啊 我去喝水 你们要吵到几时了,我根本都上不到课 你们越喊,我越大声 我要喝,姐姐我要喝一下 你自己去哪?喊完了吗?我可以上课了吗?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部分啊 这个做答题的部分,我们看一下 这个耳朵的结构,你们要详细的去读完哪一个部分 我们最外面的这个 我们外面可以看到出来的耳朵呢 我们叫做耳郭 耳阔啊,不懂怎样读啊 耳阔啊,里面是有过境的过啊,然后一个广子 OK,那B的就是那个外耳道啊,耳阔进去的那个那个道路啊 那条康庄大道啊,那个叫外耳道啊,所以这个是属于外面的啊 啊,是属于外耳啊,属于外耳的部分 然后呢,去到了骨膜啊,就是那一片东西啊,那个薄薄的那一片啊 这一片骨膜呢,就可以把那个震动 转,呃,把那个声波 呃,接收了之后 开始震动 啊,就是开始震动了 然后听小骨呢,就是在这个骨膜后面一点点 他是由这个这个骨膜呢,震动了之后 就会带动这个听小骨震动 这个听小骨的功用呢 他可以把这个震动给放大 我也不知道怎样啊,反正就是他可以把这个震动放大了 啊,这个骨膜过后呢,我们就叫中鵝了 啊,叫中鵝 然后去到耳窝这一边呢,就是所谓的内耳了 那耳窝呢,就是有一点像蜗牛的一个形状的 啊,耳窝是蜗牛的形状,在这一边 啊,这个乙,这是骨膜,这个听小骨 啊,然后就到这个乙的部分 耳窝,这个耳窝呢,就可以把这个震动 因为他有这个听感受器 啊,他就可以把这个震动呢,转换成这个 啊,兴奋,应该是叫兴奋了 啊,就是这个信号,信号了啊 然后通过这个G,这个听神经呢,传到大脑 OK? so,G是听神经的 so,这几个结构呢,都是跟我们的听觉有关的 当然还有一些跟听觉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H,啊,还有这个I啦 啊,这个H就叫半归管 啊,H就叫半归管 这个I呢,就是叫做烟骨管 啊,烟骨管 以前叫欧式管 Ostatian tube 所以叫欧式管 啊,现在叫烟骨管 OK? 啊,有,在这里 H,是半归管 I,就是烟骨管 OK? so,再来的就是他就,呃,有时候就会考你一些,呃,结构的功能 然后就问你是哪一个结构了 把声波转换成震动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骨膜了 C的部分 所以如果他叫你写代号呢 你也要写代号了,哈 啊,要写代号 哪一个结构可以把声音放大 他大概放大好像是放大10倍这样子 还是30倍,哦,我不太记得的 啊,这个要确定的 但是很肯定的,是可以把声音放大 这个是听小鼓的功能 啊,Donkey 那还有一个部分呢 他可以感受到这个身体的平衡啊 啊,这个是我们的半归管 啊,半归管 然后可以平衡 呃,内外气啊 其实他是骨膜的内外气啊 啊,不过我就把骨膜给去掉了 不然的话呢 就有点像呢 上面的,啊,你就可以把骨膜抄过来啊 所以我不要放那个骨膜在这里 啊,所以这个是I 啊,平衡骨膜内外气压的 这个是O,呃,焰骨管 啊,焰骨管的那个功能 I 哪一个结构呢 是将这个刺激转换成星系 啊,这个刺激,所谓的刺激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耳窝啦 耳窝里面的这个听觉感受器 它可以把这个刺激呢,转换成星系 啊,所以是耳窝的结构 然后把这个星系传去大脑才是这个听神经啊,G的啊,功能 OK,OK,so可以啊,so这个是A是我们的耳窝 B是外耳道 C是骨膜 D是听小骨 E是耳窝 G是听神经 H是半规管 I是焰骨管 OK,so这里有写完了 好,这个结构呢 要去记得一下啦 他常常会考的 啊,而且你可以看到呢 这些功能呢 呃,他不会特别 他很少会问耳窝 跟外耳道的功能 因为这两个功能啊 老实讲的是 啊,不是很明显的 啊,不是很明显 啊,很难问的 啊,这个,那个,这个 啊,什么A好像是叫什么收集那个声波 所以,很难问啊 啊,甚至你要这样看啊 他有时候未必是这样子来出 他有时候会问你 请问C的功能 或者是请问D的功能 你要可以写得出来 把声音放大哦 啊,所以两边都要读啊 啊,这个是 我是简化啦 让你容易做啦 啊,但是如果啊,我问你 听 请问听小骨的功能 啊,你自己也要写得出来 把声音放大 OK H的功能 你可以讲 呃,平衡 啊,感觉身体平衡 啊,这样子 OK 好,最后一个部分啊 就是我们的计算的 啊,计算题 那计算题的话呢 啊,其实它是有点像第四张的 啊,第四张的那个公式啊 啊,第四张的公式 第四张的公式就是什么 距离啊,速度啊 啊,距离速度跟那个时间之间的关系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教学生怎样记呢 我们就用这个三角形来记 啊,这个三角形怎样用 很简单 它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是最高的那个 叫做老大 啊,三角形的顶端 啊,这样子来记啦 所以这个怎样用啊 如果你要找S的时候 找位移 找距离的时候 你就用手盖着这个S 盖着它 啊,两个并排的左右的话呢 是用乘 上下的就是用除法 所以呢 S就会是等于V乘T的 啊,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要找V的话 你就用手指盖掉V 啊,你就是用S除以T啦 啊,这个是用除法公式咯 啊,这个是用除法公式咯 再来如果你要找T的话 你就用手指盖掉T 啊,然后你就是S除以V了 OK,所以这个金字塔顶端是 啊,Superman 然后你就可以很容易的用这个方程式了 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的就是要注意的是那个时间啊 等下我们来从题目看清楚 某个人如果他在某 某一个工厂的 呃,窝炉气笛声 离开水后4秒 啊,他才听到这个气笛发出的声音 OK,当气笛喷气发生的时候 啊,他就讲说他喷气的时候呢 他4秒后他才会听到那个声音 请问他离多远 所以这个空气的速度 他也给了你340 所以他是不是要问多远 多远是距离啊 所以我们就要找S咯,对不对 S,我们用这个三角形 我们看到,我要找S 我就用V乘T 我的V是340 我的G是4 OK,340乘4呢 就得到1360m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距离了 OK,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啊 这个很容易算了啊 有没有问题 OK,没有问题啊 我看一下啊 有没有问题 没有了 这班没有我讲话的 OK,第二题啊 第二题 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他有回声的情形 某个同学他站在这个高的建筑物前 他高声喊一声 然后4秒后听到声音 回声 所以你要注意这个4秒到底是怎样 是不是那个声音去了那个高楼 然后再反弹回来 我才听到 所以这个4秒是来回的哦 啊,然后呢 建筑物距离这个学生多远呢 我们是不是用2秒 就才 才是算到这个 呃,一层的距离 啊,所以在这边呢 虽然也是用S等于V乘T 但是我的这个T呢 不可以用4 而用2 因为4秒是来回 啊,那2秒是过去罢了 哦,所以这题算出来是660 OK 啊,这个要注意了哈 总总之你要看到的是回声的话 那个时间呢 哦,我我建议啦 因为方法有很多 有一些 有一些老师的做法 就是先算出那个距离来 然后这个距离再除二 啊,也是可以 哦,不过我的建议就是说 直接把这个时间除二啦 就会比较容易算 OK,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三题啊 第三题的一个 一个人他 他离这个峭壁504米 啊,所以有距离了 他拍了一 拍了手一下 然后3秒后才听到回声 啊,是不是代表了这个 这个 504呢,是用了多少秒传播的 是不是传一层 传一层过去 是不是1.5啦 啊,对吧 所以我们的距离504呢 除以1.5啦 啊,这个教讲座 啊,这个学生 我怕学生会不会做 所以这一题啊 我演算一下啦 反正我们时间多得很 啊,504 除以1.5 啊,学生会不会算 很多学生 分母有小数点 他就很怕了 哦,我的建议是 就是这样子啦 啊,你下面乘10 就是把这个小数点 移去后面 变成15 那分子呢 就会 5一个0了 上下乘10的意思 然后接下去呢 你可以看到的是 两边呢 一个是0 一个是5啊 都可以 都可以除以5的 所以你这个 我们呃,这个方法 就是我们 我叫做月减法啦 啊,我月减变3啊 啊,月掉5啊 变3 所以月掉5的时候 515 然后 0 4的话也是0 啊,58 40 OK 那可以不可以整除3呢 啊,怎样看整除3呢 我只要数目啊 每一个数目加起来 啊,它是3的倍数 就可以整除3的 啊,8加1呢 就是99 可以除以3 它就是可以除3 所以我们除3的时候呢 339嘛 对不对 339 然后又是等于10 10的话呢 我又除3 339 又是10 啊,18了 这是18了 所以6 6 38 所以得到136 OK 所以 这个计算也要懂啊 啊 因为你们不能用计算机啊 初中的阶段不能用计算机 所以呢 呃,如果他出了这些比较翻例翻例的那些数目啦 啊,你 呃,你就也要学会怎样算出来 啊 133 133 133 136 其实是合理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呢 他大概是330到340之间 啊,所以他这个你可以看到了 这个老师设计到的也是很好的 啊 336 又是整除 又是合理的一个速度啊 没有讲很搞笑的 千多的速度 OK 啊 再来看第四题啊 也是类似的情形 哦,但是呢 这一次呢 没有在空气啦 空气的话是3 啊,每一次用空气呢 只能用330 又或者是用这个 呃,340啦 老师讲的 用显了 所以现在他现在要换一下啦 现在他用了1500啦 在海水里面 啊,海水里面用1500 啊,然后呢 也是一样啦 反射的 所以呢,这个5秒呢 不要用5秒啊 用2.5啦 啊,2.5 OK OK 所以他要算距离嘛 所以他的距离S呢 就会是等于V乘T咯 OK 然后呢 然后呢 距离1500 啊,速度是1500 然后速度 啊,时间是存 25啊 啊,2.5 所以2.5呢 有时候呢 未必要用2.5的 我用分数呢 反而更容易做 啊,有时候会这样子的 啊,因为为什么啊 你小数点不好乘啊 啊,你的这个2呢 如果我去约这个1500呢 我就会得到750 然后我再用750乘5就可以了 OK 5525 75 35 36 37 37 OK 3750m 啊 就算出来了 OK 所以这个是你们的那个 数学的 啊 计算的部分啊 啊 要怎样的去 可以把那个数目呢 容易的算出来 啊 这个是按计算机 按出来的 所以我也不理这样多 啊 啊,正确如果你是把它换成 5 over 2 啊 我们是2分之5的话呢 你可以越减先越掉2 然后再乘5了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tricks啊 啊 这个是你们数学的啊 数学的技巧 好 再来一个最复杂的啊 最复杂的一题了 啊 出现过在 啊 出现在你们的这个练习里面 也出现在我们考题里面 所以希望老师不要出到这样子的一个题目了 啊 也 是蛮复杂的了 啊 也 不过我就觉得会 我 啊 主要是为什么因为你们的考试啊 我先预测一下啊 为什么我这样子认为 你们的考试是40分 对吗 40分 然后应该啦 选择题啦 我猜 有两种情形出现 一一种情形是15题 选择题啊 15题选择题他乘2呢 就会是30分 啊 那这个做答题的话呢 就会是10分罢了 啊 所以呢 如果是10分的话呢 就是5分5分2题了 啊 因为你有两个章节应该是 应该是分成平分的情形啊 啊 但是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区分的 一这样子一个分数的话呢 不是很贴近真实的情况 因为我们的真实的考试来讲呢 应该是一半的分数是选择题 一半的分数是做答题 啊 所以我我相信啊 有相信哦 到最后会怎样 我相信这次的考试哦 20分会是选择题 至于20分呢 他会出10题还是出20题 我不晓得 啊我不晓得 OK 所以我相信是20分 然后呢 做答题的部分20分 有10分是选 呃 声音 有10分是光 啊 所以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呃 这个声音呢 你可以看到 声音的做答题的部分啊 啊要码他就出这个 啊 如果他出这个就很好 哦 这里有5分 那计算题 有5分啊 这样子还可以 啊 或者是这里有5分 然后 这个 问工人又来这个 呃 2分 啊 那计算题就3分 啊 这样子的题目就还可以 但是如果他是 想要说这一边出5分 后面的计算要5分的话 他就唯有出这种很复杂的题目了 ok 说这个是大家要掌握的了 哦 我希望可以 呃 最好连这题复杂的都掌握到 那就很好啦 我们就不用担心这次的考试了 可以吗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了啊 啊 话不多说 虽然我的时间还有很久 啊 我可能上到9个字这样子啊 我们可以提早放 ok 某个小小孩他站在两座 高楼之间A的这个位置 然后他拍手了一下呢 一秒后他就会听到回声 请问空气的速度是多快 so你就要想这样看 so他的回声是怎样产生的 ok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因为他左边右边都有高楼 然后中间呢 他站在中间啊 左边是170 对吧 啊 左边170 右边是220 255 ok so呢 那个声音会怎样传播呢 我放啊 不同的颜色给你看一下 第一个呢 应该是从2 750这里传到回来 ok 啊 然后呢 再来这边这边过来 这边过来 反过来 对吧 会这样子的情形啊 啊 因为我还可以出很多 反射很多次的 只是说我们现在只是这样子来看了啊 啊 然后另外一边的反射可能是这样子 然后再回来 ok ok so在这边啊 我们先看红色的部分哈 我们先看红色的部分 我们先看红色的部分 如果我们先看红色的部分的话呢 这个从这边来的话呢 啊 170 再加170 我们就会得到340了 对不对 那这个他讲了 用了一秒钟的时间 所以我们算一下呢 340除以1呢 我们就得到340了 m per second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第一题的啊 第一题的部分 我们算到这个速度是340 m per second ok 340m per second sorry啊 sorry啊 我再等一下 哎 不好意思啊 小孩子在吵 好 我们再看一下蓝色的部分啊 你可以看到蓝色的部分呢 应该就会是第二次反射的啊 声音了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次 呃 第一次听到第一次回声后 我再听到第二次回声所需要的时间啊 so呢 你可以看到了 如果我是从第二次的这个蓝色的这个位置 反射回来的话呢 啊 他东要通过多远啊 是不是255加255啊 ok 255加255呢 我们就会得到 510 510 510 这个是速度 我们处以 呃 不是速度 是 是我们的距离啊 啊 那我们再除以我们的速度 340 因为刚才算到了340 然后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他大概是几秒 那这一个的话呢 月掉零之后呢 应该可以月17 啊17 月17的话呢 这个是3乘17 啊 那这个 是2乘17 所以就会得到3除以2 3除以2的话呢 就会是1.5的 1.5秒 ok so 这个是算到了1.5秒过后 呃 1.5秒 那 他的问题是问 听到了第一次回升后 呃 到第二次所需要的时间 所以1.5必须要减掉1秒 啊 得到0.5秒 所以是0.5秒过后 我才会听到第二次的回升 然后第三次的回升呢 呃 第三次的回升呢 其实你只需要 这样子看啊 如果你简化的话呢 你就会看到啊 左边反射需要1秒 右边反射需要1.5秒 可以吗 所以红色的这个 是1.5秒加1秒 也是2.5秒 那蓝色的部分呢 也是先反射是1.5秒 后面反射是1秒 所以他也是2.5秒的 当然我们这样子的计算 就不是很 就好像不是很正式啦 所以我们正式的写法呢 我们就用255加255加170加170 然后再除以340得到2.5秒 好 所以这个就是第三次回升的声音了 ok 所以这一种题目呢是最 我觉得会出现了最复杂的一种 呃 又加回升了 然后又再加这个 呃 声音 计算声音速度的一个题目了 好 so如果可以掌握的话 那就很好 那你就不用再担心这个考试了 因为这个 这一题呢 算是最 他最 会出现的 啊最复杂的提醒了 好吗 ok s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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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